昨天来了一个也算是粉丝吧 一个朋友他不过他不是养花的 他问你们在棚里边这么多花 你看都黄叶子了 你还要的干啥 送我两份吧 我说这个叫粗井 然后他说他为啥会粗井 其实这种东西你怎么理解呢 很简单 就跟人一样 你要正常来说人是不是黑头发 你看老花衣 这种你就可以理解为叫粗井 你别管什么原因 所以这植物的这种粗井 是它的一个自然变异的一个现象 也可能由于不自然的变异 你就懂这个事就行了 但养这种粗井的植物 大家一定要盖它一个点 就是光照 如果说你极度的缺光 极度的没有光 它会反乳 怎么意思呢 植物很特性 很个性的 就是它没光的时候 就想着偏偏的分泌叶绿树 就不再那么黄黄绿绿的 那么好看了 你看那个球兰一样 它就像那种翡翠色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花尔美亚一定要给光照 有的话说老花衣 你老是说光照 老是说光照 我老拿捏不住 一直跟花尔美说 你就用脸皮去感受 你就觉得今天光照好舒服 很舒服就可以什么植物都能晒 包括你家里边那些官业植物 什么绿萝发财树 龟贝族幸福树 都可以晒一晒 包括你养的凯显晒一晒光照 它也会长得很好 但是别暴晒 暴晒怎么理解呢 有的话说老花 我就感受不到暴晒 那你脸皮厚的是 你找个脸皮薄的帮你感受一下 晒得发热发烂 植物也容易晒伤 但一部分不发晒 你像太阳花那些是不发晒的 像这些个球篮类的 绣球类的 兰花类的 还有你们养的一些个官业植物 它都害怕强光暴晒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所以说出井也跟大家说了 有的话 就喜欢这种井画的 原生的是绿色的 这种井画它会出现各种的一个井 有的是金黄色的井 有的是那种白色的井 也就画面说阴阳井 在那那的 所以带井的植物 有一定的观赏性 但是不要有病态的想法就OK了 但是它缺乏业力素 它需要光照 你要懂这个点就行 好了 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事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部分是药井 就是你们买多肉的时候 它某些个地区 咱不能说不好 它们会用药物去让它井画 就类似于用了除草剂之类的东西 它其实正在慢慢的杀死那个植物 它就出现了各种的一种井 很好看 看起来 什么你们买到那种 金枝玉叶上面那种 还有一部分 就是你们自己分辨就行了 很自然的那个通体式的 它基本上都是自然变异的 而且你看起来不正常的那种 大部分都是了 有话说 我分辨不了 分辨不了 你就把图片拍到评论区 有的是大神帮咱们 他们没人帮呢 我会帮你们 就不算接点个关注啊 兔宝 你想看更多养花知识 记得关注老花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然一 白了兔宝 哎 嘿嘿 嘿嘿